昨天是中秋佳节 想必很多人都在家里陪伴着自己的亲人 娱乐圈的明星艺人们也都纷纷送上了祝福 举头望明月 低头吃苹果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霆锋和谢贤以及迪波拉合影一起过中秋 并配上了这段话 看来谢霆锋也是心情不错呢 不过家里的两位老人 谢贤和迪波拉却是一副忧伤的样子 难道中秋佳节一起过节不开心吗 原来谢贤是有邀请张柏芝和两个孙子一起过来过节的 张柏芝也是答应的了 不过谢霆锋知道此事后很不赞同 希望只接两个孩子 至于张柏芝希望不要加入进来 毕竟已经不知一家人了 但是接走两个孩子 留张柏芝一人独自过节是不是也有点残忍 毕竟她还是孩子的妈妈 所以面对谢霆锋的要求 不仅孩子不愿意离开妈妈 就连张柏芝也是觉得不合适 所以在中秋当晚发文欺人太甚 不过对于两个老人 谢贤和迪波拉来说就有些心酸了 两个老人非常想见到自己的两个孙子一起过节 所以在合影中就略显忧伤 很多网友也表示 中秋佳节一家人 在一起过世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倘若张柏芝愿意带两个孩子一起过节聚餐 不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对于此事 很多网友觉得谢霆锋太没有人情味 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感情 却极大的忽略了别人 这样对孩子而言真的是太无辜了 就像张柏芝所说的那样 觉得你越发不像一个男人 对此 你怎么看 感谢霆锋太没有人情味